南部地区因为受到热带低气压 跟华为困有的影响 早上就开始落后 而且后世又很大 在落北亭的大户 也让台南国来的地方团出饮水的灾情 市府是经济开市灾害应变中心 有到台湾市区里面向人亲身坐点机会 希望将厚国航主席 感激对民众使命财产的危害 今天台湾南部地区因为受到热带性 给去厚到华为困有的影响 对暂时就开始落后 到今天上午后世是漸漸变大 开始让台南很多地方都团出饮水在前 市府也用上官标准来面对 经济开市灾害风地应变中心 有到台湾市区里面向人亲身坐点 希望可以将大户对民众担来上海 时间到上街 因为这波雨势看起来 整个地气压是往北台 那会持续的降雨 应该会到入夜深夜 甚至到明天都还会有持续降雨 所以我们这边还要密切注意 整个的状况 爱请大家提高警觉 雨量跟风量 风力是预计是五级 那阵风大概八级 那么雨室大概平地是两百五 到三百之间 那山区大概三百到三百五 但并没有都还没有达到停止上班上课的标准 所以我们这边还是维持下午的部分还是维持上班上课的一个状况 这次团出饮水在一起的地方 包括阴空昆山地区、南区暗中路、林新地下桌的顶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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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去红搜索顶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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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會有議題造成淹水的可能性 所以沿岸的居民 包括仁德、永康這邊的居民 要特別的提高警覺 雖然這次有過的佛領 沒有達到停頒停和標準 不過也要提出民眾 千萬要緊實面對 開這酒樓一定要減少萬興 竟是要開大廳 這裡可以確保自己的市面安全 也其他佛領可以趕緊減少 這裡可以讓白水系統是發揮功用 技價格加民誠意於總考博德